大家發財 我是老船長 他是豬腦袋 不要懷疑 當我跟你們說大家發財的時候 你們要開始準備 那如果我講大家平安呢 就是叫你們要怎麼樣 要小心一點 因爲什麼 我一直跟大家說 我很少的時間 一咪咪的時間 才會分析中美貿易戰 而且我分析是有邏輯跟方向的 我們可以分析的 我們才去分析 至於呢 你要去分析那個結果會怎麼樣 那個是神經病 結果不是你我可以分析的 包括川普跟習大大 他們都不知道結果怎麼樣 對不對 你們這些老蘇 在那邊分析的跟真的一樣 然後呢 哇說什麼你看啊 這個中美貿易啊 一定會導致全球大崩盤 崩了沒啊 昨天有沒有崩 沒有啊 今天呢 也沒有崩啊 看一下 一千兩百多億啊 量也是很溫和啊 漲六十幾點啊 最弱的南韓股市 今天也沒有跌啊 上陣股市也沒跌啊 問題不是在於我們分析師 可以決定的嘛 那現在還沒有到 大方向出來 比如說多還是空的時候 你就按照現在的盤面 去做就可以了 那現在台北股市 長短線是空嘛 沒有錯 但是不至於崩盤 有沒有可能再扭轉成多呢 也有可能嘛 大家了解我的意思嗎 那六月份二十八號 在大阪G20 你以為 難道習大大跟這個川普啊 兩個見了面就開始 叮孤季啊 打架嗎 看誰打贏啊 當然不是嘛 見了面一定是 Hello Long Time No See 你好 我好 大家好 他們的小組成員 一定先搓湯圓都搓好了 那見了面呢 如果說是 之前搓不好的話 那就是攤牌嘛 那搓得好的話 中美貿易何談啊 漂亮收尾 所以你大概不用等到 G20那一天OK 你大概在六月中的時候 心裡就知道了 那現在距離六月中 也不到一個月的時間 大家再忍耐一下 老船長跟你們講要小心的股票 你們稍微怎麼樣 留意一下 我最近不是在做這種 吃你不好討 不討好的工作嗎 對 老船長你 那測標寫一寫 如果人家剛好有對眾的人 心情很壞 對啊 我今天要特別把這三檔寫在這邊 裡面有一些對照 那我要直接先講 那當然各位可以看我另外這邊的測標 到底怎麼回事 你節目看完 你如果錯過這一次 我想你今年會很懊悔 我不知道用什麼形容詞啦 就我們人的一生喔 有的時候你錯過一樣東西 你事隔很多年你回來來看 你會覺得很懊悔 我相信大家大部分的人都會 曾經懊悔過一些事情 而這一些事情裡面 我覺得我個人覺得比較重要的 就是我們的父母親 那當他們不在的時候 你就會很懊悔說 為什麼當他們在的時候 我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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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大堆都沒有做到 那也來不及了 因為爸媽都不在 那你現在股市也是有很多事情 你會錯過 你未來來看你是很懊悔的 所以把我的節目 細細的看完 我不是來這邊 把大家當豬腦袋的 我不是告訴你 我每天都有漲停板 因為那是詐騙集團 跟金光黨才會講的話 明白嗎 這種國小我一二年級 我教一次人家就懂了 還有人在收看 諸如此類的節目 那你說人家不把你當豬腦袋 人家是不是也很對不起他自己 對呀老船長 這樣你明白了嗎 我尊重各位 我把你們當作是 未來 未來中美貿易戰過後 你們是新的一批在股票市場 來掠奪別人資源的觀眾朋友 老船長來當你們的靠山 我在股市打滾這麼久了 我歷經多少次崩盤 對不對 現在這種叫做什麼 各位觀眾 這個叫崩盤 笑死寶寶了 所以不要再去聽那些空頭老書的鬼話 他們的紀錄過去臭不可聞 去翻開他們以前的紀錄 爛得要死 現在還是死性不改 繼續騙很多啦 我們來看望宏 我知道很多觀眾 有望宏這張股票 那你們聽 導播不要緊張嘛 對不對 我說看這個的時候 對 我們再轉過來就可以了 對不對 可能導播在想他的股票 為什麼套牢的那麼慘 對不對 叫你不要買訊心嗎 是不是 沒事 好 好 這個望宏 很多觀眾朋友都有 那為什麼呢 因為我知道你們在想什麼 你們在想的是這件事情 望宏去年賺了將近半個股本 不得了喔 他的股價從40幾一路跌 跌到20幾 大家覺得好便宜喔 因為去年這家公司賺了快5塊錢 這個本益比只有四五倍 到哪裡去找啊 所以呢一堆的投資人跑去買望宏 可是很奇怪 一家公司去年這麼賺錢 為什麼他從去年開始股價就摔死 所以我說投資人很可憐耶 現在答案出來了 中華民國有沒有投顧老師告訴你們 我不知道 但是你看古海老船長的節目 你學到東西了 原來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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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今年第一季喔 今年的第一季叫做一二三月 只賺0.08 哇用一句台語來形容 夭壽股喔 這還得了喔 你公司喔 去年賺快半個股本 你第一季爆衰退到0.08 各位觀眾你把這乘以4喔 今年是賺3毛喔 可是按照邏輯 數學邏輯 你這樣大幅度的爆衰退 那我要合理的懷疑 你第二季第三季是不是要開始虧損啊 如果是這樣的話 各位觀眾 就算從這裡跌到這裡 二十幾塊我嫌它貴到買不下手啊 可是在你們來看 怎麼會跌這麼多啊 那如果你參加的是某一個頭顧 某一個老師 他帶你買望虹 叫你一直買一直買一直買 小心 因為我說過他本身就是大摩頭肩 控制你的大摩頭肩 超級大豬腦袋 股票不是一成不變的 我講一個例子 大家一輩子記住 你的老公啊 或者是說你的老婆啊 你們在戀愛的時候 還沒結婚的時候是什麼樣子 都很會裝對不對 男的裝紳士 女的裝淑女啊 結了婚以後呢 哇 原形必錄啊 老船長 反正對不對 都已經娶了 都已經嫁了 所以人的變化大不大 你告訴我 這個各位都有深切的怎麼樣 體會對不對 怎麼 這個人我看著他這樣子對不對 一路變啊 甚至是學校的校花 仙女 對不對 網紅 到現在的怎麼樣 歐巴桑 蝙蝠不休 男生也是一樣 怎麼凸成這個樣子 肥成這個樣子啊 當年的對不對 是白馬王子啊 所以你一輩子記住 人當然會改變嘛 你一定回答我 廢話 人一定會變 我告訴你 股票一定會變 你把我的話記住 誰跟你說股票不變啊 股票永遠都會改變 我告訴你 宏達店1300多 現在多少 國具1300多 現在多少 大力光以前一兩百塊 現在多少 當然會變 所以你一定要怎麼樣 你怎麼樣 時常抱著一個謙虛的 然後做改變 不斷的研究精進 你在股市 你才能夠開名車 住豪宅 所以有網紅的朋友 你們想 應不應該 這公司已經不是 前年的網紅了 他從去年就開始 噢 叮嚓 你聽得懂嗎 股價 從去年開始就開始跌了 去年基本面還不錯啊 可是股價先 先死啊 有沒有人知道 有沒有人知道 當然有人知道嘛 因為你望虹不可能 2017這麼好 2018這麼好 2019還會那麼好嗎 已經有人知道 國具就是一樣的道理嘛 有沒有 國具啊 1300多一路跌 為什麼 大家知道未來沒那麼好了嘛 你要不要做改變 我打死不改 我永遠續報 我希望宏達電 能夠再漲到1300 重返榮耀 那就很枉你今天看我這一集 這一集節目喔 浪費你我的時間喔 把我跟你講的學起來 這一輩子 你在股市都用得到 下階段回來啊 我要再口述一下 什麼叫做 5月26號 你我一起喝下午茶 我講的是真的 導播 8101-0630 8101-0630 8101-0630 湖海浮沉 投資充滿挑戰與風險 現代 就讓洪川長用人工智能 帶您突破困境 克服貪婪與恐懼 迅速累積財富 實現人生的夢想 速播智能專線 02-8101-0630 8101-0630 8101-0630 好 那麼下午茶是這麼回事的 526呢我舉辦一場非常有質感的演講會 但是呢因為現場場地非常的好 我們準備了點心 好吃的蛋糕之類的 還有茶水 讓大家坐下來靜靜的 老船長呢把我這一生啊 在股票市場我認為非常重要的觀念 就舉例我剛剛上半段節目講的 我相信那個對各位的幫助一定是一輩子的影響 你們看投顧節目不要再看那種 每天他告訴你他就是神 他很厲害 他永遠大賺永遠對 永遠都是掌停板 那種是給白癡豬腦袋看的節目 那種我跟你保證我講話我負法律責任 那就是詐騙了 敢不敢來跟我講 敢不敢去跟法官跟檢察官講 股票市場他一定有挫折 他一定有挫敗 問題是你怎麼樣能夠經得起一次又一次的考驗 這個需要累積很多的經驗 然後轉化為智慧 我剛剛跟你們說的就是股票永遠會變的 就像人一樣他不會一成不變 所以各位的腦袋要轉 你不要死腦筋 我一定要續報 來看穩帽 馬上來看一下穩帽看到沒有 這一支股票 老船長跌這麼多跌死 我認為這個跌得太少了 為什麼 為了什麼 第一季賺0.41 你去年賺7.39 你第一季變成0.41 幹什麼 那乘以4不是1塊多 再用數學邏輯如果用衰退來講的話 那你今年會不會賺錢 我合理懷疑啊 所以我不知道你又是參加哪個投顧 然後跟著哪個老師叫你買穩帽 你都沒有發現這家公司從去年7塊多 已經衰減到 對不起大哥 第一季只有賺4毛 這太誇張了吧 然後股價今天這樣跌 你覺得跌很多嗎 那如果一家公司第一季賺4毛 請問他股價有資格 160嗎 會不會太誇張啊 很多公司第一季都賺1塊多 現在股價才3 40塊 對耶老船長 再看一檔 3034 這一家公司賺比較多 我給你看喔 老船長第一季賺3塊多 那你沒話講了吧對不對 這個比去年還進步啊 去年才賺10塊5 一個股本也很棒啊 今年第一季這樣 按照你的邏輯 今年會賺比去年多 超過一個股本 真的很棒 我說真的很棒 連勇 但是你注意看 為什麼摔死 就回到我上個禮拜就開始提醒 外資他要領現金 他去提款卡 他一次領100塊還是一次領3萬 老船長廢話 當然一次領3萬 他當然是高價位股 他怎麼樣 他來賣嘛 你們這些散戶抱著聯勇 覺得聯勇好棒 你也會分析 你今年可能賺超過一個股本 對不對 這股票怎麼可能會跌呢 你們越跌 你們還越買 這時候他就很好出貨 看到沒有 他就非常好出貨 等到你們回過頭來 你們也認同要賣的時候 他底部他再接回來 這樣明白了吧 所以高價位股 你們也要特別小心 我一直在呼籲 不管你是什麼基優或是不基優 那不基優跌 跌死剛好 明白嗎 那低價位股的望虹 我已經講了 不要再講了 好不好 包括我今天點到的國巨 那麼這些股票 從我們的操盤系統 我們隨便來看一隻望虹好了 來 例來 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不是望虹 好 我們現在請導播照這裡 鏡照 2337的望虹 對不對 沒有錯吧 好你看望虹 短線 綠船長勢力範圍 長線 綠船長勢力範圍 也就是說 他現在長短線 都是綠船長4D範圍 好啦老船長 就算他公司不賺錢 我也要買他 可以 你等到這邊變成綠船 從綠船長變成紅船長的時候 看到沒有 長短線如果都變成紅船長的時候 你再去買 對不對 我告訴各位 這一次喔 注意看喔 他在這一天 這一天長線紅船長 這一天短線紅船長 你在這裡去買的時候 你賺錢賺翻 看到沒有 哪怕他現在摔死喔 注意喔 你只要有安裝我們的系統 這一個波段你照樣可以賺得到 你要操作望虹 我再講一次 如果你要操作望虹 如果 那麼你就在這一天買 因為這一天長短線都是紅船長 這邊不行喔 這邊是長線是綠船長喔 所以這邊不行買 打差 對不對 在這邊就可以買 買完之後呢 賺翻 看到沒有 賺翻 這就是為什麼5月26號 我希望大家來白吃白喝 沒關係 大家出來都是朋友 我用最舒服最棒的場地 來招待各位下午茶 對不對 我不是說你們來演講會 就是各位都是豬腦袋 然後開始窄 然後跟你講說 我們是怎麼樣賺 賺得比巴菲特還賺得多 你以前去參加演講會 是說專門聽這些廢話 有來過我的演講會都知道 你一定學得到東西 而且你一輩子都適用 我都講實戰 我沒有再講廢話 老船長 人家那個頭顧老師 都有那個字卡有沒有 沒有 不要急 我講話算話 我說我禮拜三 我早就做好 我禮拜三會給大家看 那這個會場裡面會有兩檔股票 那你是我的會員 因為這次座位 沒辦法容納那麼多人 你們沒辦法來 不用擔心 我的會員我一定照顧 那兩檔股票該買的時候 我一定會請你們買進的 這樣了解嗎 老船長不會厚此薄筆 各位有交會費 一定是怎麼樣 第一優先 所以你根本就不用擔心 好不好 然後把位子我說過 我們有大愛的精神 給那一些 長年被大魔頭 控制著豬腦袋 的這種遭遇的朋友 你們要趕快離開那個大魔頭 因為你看他節目 永遠天天大賺 結果你都已經輸到 走向歸零高之路了 然後你還不知道你被詐騙 你告訴谷海老船長 你應不應該被騙 只要是喔 應該要被騙 因為擺明的就是豬腦袋 對 那我說過了 這一次我會利用解鈴還需細鈴人 對不對 現場的這兩檔股票 我當然有一些消息 不是在直接跟你講什麼 基本面 壓本面 什麼面 科學面 牛肉面 不跟你講這些 你反正你要東山再起的 我明年字卡一線出來 你就知道了 你現在只要做一件事情 把位子搶到 因為這種演講會喔 跟你一般你們去參加的那一種 就是拼命叫你參加會員的 不一樣 首先 我們有一個很大的投射螢幕 各位看到沒有 像這樣子神準的境界 都是一秒鐘判定買或不買 是AI人工智能電腦運算選股的方式 你沒有接觸過沒關係 你來現場 1700檔隨便你按 如果不准 各位拿這個筆記型電腦 往我的頭扎下去都沒關係 我講話算話喔 在這邊有錄影存證 不可能有任何一檔不准 你照著做絕對是賺到 注意看喔 翻過來 我講話我負法律責任 但是開句玩笑話 我笑你不敢來 我都敢講到這樣子 本節目說謊 我下十九成地獄 不得好使 請觀世音菩薩作證 內容這個造假賠5億8千萬新台幣 任何一檔股票 我再講一次 但是因為現在大家觀眾 對於人工智能電腦運算 沒有那種概念嘛 就像一開始智障型手機 死不換成智慧型 對不對 需要時間 那這一次我首度 可以說首發會 現場直接告訴各位 12歲到80歲 只要你有做股票這樣的經驗 那你就一定會操作 因為只要有眼睛就可以了 一秒鐘 你一定是超級分析師 你什麼都不用會 再加上老船長要用兩檔股票 來救大家 這兩檔股票是有淵源的 我們操作過全勝的 而且勝到你不敢相信的 三根漲停板 扎扎實實 那麼接下來我認為這兩檔 才會有天大的行情 所以說 你一定要來 我不是說把你騙來 糊弄來 因為各位不是 豬腦袋白痴啊 來到現場你會 好險我有來 你只會講這一句話 而且我會很尊重你們 請你們不要穿拖鞋 拜託 服裝整齊清潔就可以了 因為我們的場地 非常的高級 非常的棒 那個點是超好的點 到時候你們就知道了 所以你是看電視節目 打電話進來 網路的話你就填表單 留假名子的 我覺得你真的不是人 有的時候網路那很可惡啊 我們的助理這麼辛苦 來服務你對不對 這麼樣的熱忱 都沒有付你費用 你來喝下午茶 也沒有收你費用喔 對不對 留假名子 那在我來看都不是人啊 人啊就是堂堂正正 開大門走炸大陸 各位觀眾你們說對不對 來就來不來就不來 我也不用拜託你 因為一定會爆滿 是不是 天底下有這麼好的事情嗎 你來一堂課 你可以學到在股票市場上 最重要的事情 我一身的智慧來告訴你 你信不信 你可以衝著說 我就是要發大財 老船長一定不會讓你 失望你來就對了 我明天字卡一秀出來 明天電話瞬間報現的時候 網路瞬間填滿的話 因為場地我說過 是精緻的 不是大的那種 我不要搞那麼大 我要幫的人 就是那些真正有心的人 5月26號禮拜天嘛 你花兩個鐘頭的時間 就夠了 交通發達的不得了 我都幫各位想好了 捷運站出來就到了 捷運站走出來就到了 老船長人怎麼樣 我覺得人 有的時候就是 不要去計較太多 我很真誠的 把最好的給你 你來一趟之後 你會發現 哇 股票未來 絕對是飆翻了 你自己都會認同 然後呢 電腦 人工選股的智慧 是你從來沒有看到過 你不相信 你親自來印證就知道了 所以這一集幫我分享訂閱 拜託 給你那些苦難的 老弟 老腳 傻米 假拼阿麻巴 讓他們知道 有這樣的一個事情 5月26號下午茶 而且我一年多 沒有出來跟大家碰面了 我希望藉由這一次 能夠讓 真正需要 到古海老船長幫你的朋友 我一定讓你 東三再起 明天字卡出來 可能就是抱歉 現在給早起的 鳥兒有蟲吃 我故意這麼做的 而且我講話算話 明天我才會正式公開 你現在要把握住 先搶位子 5 4 開始 撥打 以及登記 財務利益關係 以往只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